领导韩国下届政府的当选总统尹熙悦 在竞选时期曾承诺将废除女性家族部 而这并非韩国各界首次讨论女性家族部的存废问题 2001年1月在金大中政府时期成立的女性部 打出了提高女性地位的口号 已故前总统金大中当时表示 21世纪女性与男性处于同等地位 将实现男女平等 在迄今的21年时间里 虽然该部门的作用从未改变 但每当政权更替 保育家庭和青少年相关事物 被反复纳入或排除在部门工作范畴内外 2010年青少年和家庭有关事物 再次被纳入工作范畴后 形成了目前的女性家族部 女性家族部的存废问题过去也曾被提起 2008年李明博在竞选总统时 曾承诺废除女性家族部 李明博当选总统后 也像现在一样引发了争议 由于遭到强烈反对 李明博政府最终未能废除女性家族部 而是缩小规模并进行改组 但女性家族部的作用和地位始终被质疑 今年女性家族部的预算为14650亿韩元 在整体政府预算中占比0.24% 在18个政府部门中最低 从预算使用项目来看 预算在家庭政策方面的投入 多于在女性项目上的支出 女性和两性平等等项目预算仅占7% 而家庭和青少年项目预算占比80% 投入预算最多的为单亲家庭和儿童照顾项目 据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不少专家认为 有必要全面改组女性家族部的职能 但由于对两性平等的认知有所差异 对改组方向存在较多不同意见